接着回来看第三场赛事 第三场赛事是四班一里1650米 如果看回这场 钢斑马一号的冠宝区 不过不是田泰安 用梁家晋都OK的 排了二档容易发挥 田泰安接手独角兽的档位都挺好的 排了三档 这场算下去前置马 我相信喜悦一生会摆前 成材都是前置马 但他未必会放得很快 上次长的形勢 这场算下去 他应该有正常的补促 希望真的有 因为威威斗士是靠追 吕建威刚刚赛事很厉害 那些不是很起眼都能赢到 这些其实今季赢过马 不过照计应该跑得好点 上一场赛前看赛后报告 去到谷草的时候 就买右前腿的总将 大秀医查询给他跑 但落场跑 早段没那么厉害 看完赵郎中 今次也是有份跑的 早段没之前那场那么厉害 其实他咬一些好位 但转弯扔的位置也比较阔 在外弯 但他又不是不追的 反而是逐步咬上来 你计算今季谷草A难赢的 那场梁家俊当时是59分 现在55分 照计有水位的马 还有你看看今次的准备 就是赛前在草地 都考过眼罩 弹一弹 但我觉得可能这些年纪的马 就像刺激感 今次交个眼罩 帮一帮他 如果这些马 其实真的不算很强 贵美来到这些方向 这些马 今次排了一个七档 应该就不用留得太厚 我觉得这些马也有差 最重要不要像上次 这样顶了出三叠 因为上次其实弯都很亏 回来他也有追势 像你所说 套个眼罩 希望刺激到他 前中段不要留得太厉害 都是一只机会的马 我选择一只独角兽 明显这只马是进步的 看上一次的影片 其实报速一点都不慢 这只马中段开始 已经移出三叠 法力望空 你这样走 其实他冲程都相当长 回来他都不断 第一次增程跑到谷草1650米 这样输 回来跑第三 我自己收货的 终点前可以追过 一步不胁赚到尽的大师级 可以推断这只独角兽 日后在谷草 都应该是一番工业的 这次排三档 其实应该好跑很多 不用像上次那样 沿途顶三叠 如果这只马再有进步的话 有权可以在这里开齋 应该有进步 我看了一样东西 上次在临场的马 是定了很多 因为以往这只马出来的时候 两个再拖到 上次是少了这个动静的 而且一见大文的上马出队跑道 马都比较乖 这些是进步的现象 所以上次跑到上名 希望今次也继续进步 那只喜悦精灵 夸张 上次我不信 坞宏星跑这么多次都是位置 结果 最后下落到10倍 沙田千六 但他真的赢给你看 那场也没有办法 把我一对很喜欢的法财大师和行为鸿威 那两天之后 你选择后追的 但起完枝灵 你看他 一来摄得漂亮 一来摄得漂亮 二来好像再进步了 升华了另一个境界 因为你 其实谷草一里都跑过的 都不是很厉害的 那只内南一只法财大师不是野小的 他追逐了就追不到你 那你又按一个方法 那你今次过回谷草 那其实霍宏星都跑惯这些马 那刚刚就没有跑到 骑士 那今次出回来都骑回他 那我觉得这些马 如果你说上次这样落飞而得到的话 那今次不应该突然走完 因为以往是准成的 上次何言的一个报名方法 我们都有一些招头的 勤德威力跑1400 周游列国跑1800 那这只喜悦精灵跑1600 如果捉得到 那条篮就很好分 落飞了上一次 再加上喜悦精灵 其实贵宗的时候会员一轮 我相信体力上都还可以继续 那还有一只胜财 上次其实报速很快 没办法了 对手就太强了 上次他就叫做赚了一个场地偏差 因为当晚的场地就大理放头 但是他亏了什么呢 就亏了一个快报速 他放得很急的 我不知为什么加利呢 中段其实就没有马上去拉他 他越走越快 拉到胚醒就1分15秒43 很快的 那结果呢 就回到末端就顶不住罗曼鲁 可以理解了 这个亚军都是出色的 脱开了后面那些什么 细宅音声 精彩非凡 那些都是在贵内实力指标 这个亚军算是出色的了 其实这只马是体力型铁马来的 物跑是不怕的 本身在谷草1650 不是证明了的了 希望今次就 星期三再出现正话那场的制御形势 他如果摆出来自己均速走 都一样有三甲机会的 如果这样就出现形势 我又要再度过了 我选择后追马来的 防复又走得走 所以临场都看一看 如果内档有好档的机会的话 就是机缘巧合 双筹无疑是差了一点点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今次对手很多时候 排档不太好 看今次会不会走得近 转一转手配大文膏 看这场我们选择什么 这场年营为之Q选择四匹 複式 威威斗士喜悦精灵 刚才看到超郎中 其实威威斗士的组都追得不错 另外要买只独角兽 这场我觉得五只马较为特出的 比较范为大家买单T 分别是二号的劲快联盟 三号的威威斗士四号胜材 五号的喜悦精灵 和十号的独角兽 第三场就是第一口孖T 准备了个心水给大家 第二场用九号做胆 开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和十二号 第三场用五号做胆 拖拖二号、三号、四号、九号和十号 接下来看看第四场赛事 第四场赛事也是杯赛场合 四班千二米第二组的赛事 相信叶满都是一号的维港滨楼 一降班用到潘顿 还要排卖一档 不过我之前看的赛后节目 潘顿一档其实在谷草 上名率不是特别高 算下去这一场除了它会跟前之外 南区往会摆前一点 天使明区的上次 都是因为快步速 所以摆厚一点 都是前置码 计算下去应该有正常的捕捉 那看看维港智能大杯 差一点 维港奔楼小杯 那希望潘顿一档都可以 可能他喜欢跑一些难度挑战 排一档 觉得这么容易跑 可能跑低一点 排外面可能好一点 不过这次一档 其实对马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计算都是他在前面可以放的 贵内那些赛事都挺硬正的 这一场三班 其实当时马跑到都是想下班的 他下三班是不够跑的 当然都可以输过多马位 同着那些什么量化宽腾 凌厉而竞力 这堆马跑回来都不是断得了 都觉得是跑起了状态了 他说未必是不够跑的 可以有权利去欠一些二二三三 但是可能仓主觉得有把握才去拼 所以近两仗都不是跑谷草千亿 特意压低一点点的分 又用到潘顿 这两场我觉得赛绩可以抹掉 还有转仓马果然稀幸 欺斯大家转走那些 接收过还有女健威治 那些女英复星 从早成名都跑得好 果然稀幸 当然应该不稀幸 很快就有东西看了 其实两场都跑得好 初出那场最多七八成马 跑了千米菊草那场 欺斯出来跑 何宅如跑过来 这次真的叫做换汤不换药 马房转了 骑斯都没有变 这场是对着浪茄仔的马来的 果然囂狠 他都是生生生的 跳下跳下 不过在中间一发下去 马都自己飙 跑完这场之后 千二米 这次菊草这边 即是女健威人觉得 第一场菊草一千跑得好 试试过来跑菊草千亿 你看一条片子 越冲越劲 相信增情是对的 初前一波杂已经加了眼罩 已经一路阻断 捕着 拉致一追 有反应 但配景下场就不用了 希望今次跑得好 这天晚上应该有质素的卖 看看进度可否在这场搭够 因为上一次就叫一千上千二 难度很高 今次再适应了一场千二的步促 选一些中心准成一点的 钱多多 这天晚上我觉得还未能推 都有余未尽 上一场摆明是输形势 因为当晚我记得五月十七日 那条B栏 又是无难无靈命 带你放头的 那只心想事成 把握了形势 你想想连飞腾追 都追不到 南俱旺就是赚形势之下 拿到第三 这只钱多多 大家留意一下中点前那个势 它是越冲越劲 其实很准的 不断 近这七招 其实都入了前四名 今场只要达场地 A难 好像以往那些A跑道 有得追的话 这只马一定要包 上次这么不利 这么多追 就算这次赛事 即是不利追 都要放它下去 刚才那一片 《南俱旺》 他就排好些的档 因为前一场都说了 十二档 浪费很多力 上一次进回档位 都熬了一直 但你见过跑资的头 我哭哭哭哭 所以今次联马师 加个避窟给他 这只要留意 还有神速马车 又是加避窟 都是那些跑资要改善 我觉得 你是不是 叫做开始追近 这些側身马都入局 是呀 这场摆到明 就好像那个范围 就窄少少 1号、2号、9号 大家都有选 还有一只当多福 六珠的苗礼得的成绩都不错 今次转一转手 用蔡明啸 看看会不会跑得好一点 看看这场我们选什么买 这场买连赢和二重彩 选三只 钱多多 果然梁幸 还有一只蓝俱旺 这场我选了两只买给大家 买连赢及位置Q 分别是1号的维港奔楼 和2号的钱多多 原本健康心灵上次追得好 既然推出了 不如信另一个大师傅 潘顿这只维港奔楼 1号码 如果太热的话 可能会用它来过关 接着看看第五场赛事 第五场赛事 四班1650米 这组第二组赛事 港斑马1号的马骁雄 可惜牠排着12档 以往在三班都曾经有好表现 看看牠会不会阻断 积极点放到上来 如果牠放在前面走的话 操控的步速未必是很快 12号涌进齐心 又跑跑回来了 看看今次的根钱 还有落足料 上次有好档 今次用到潘顿 但十一档都要靠涉 这组我全晚最投行的 握来握来握来握得上重心 卵谷 我选一只起发 我知道四只脚都伤过来 都是有些健康问题的 上次不能于人退出 但归内跑两场 因为最近赛少都是有伤又有成的那些马 优元反而好 赚到体力 起发跑两次 季初这场 输给精彩生活的那些 刚刚可以轻松取胜 一点都不差 成材又是很稳健 你跑这个水准出来 对着今次的对手 我觉得又够用 还有这一马 原来何宅耀 过往跑三次都能够上名 全部都是夹的 潘顿跑他反而是 多个近置 差一点点 还有今次 黎超星的手马 这只比何宅耀 之前数据都挺硬正的 没错 他和六支 每一次都放得好 也都交得到好成绩 看回黎超星和何宅耀 在谷草合作了十二次 里面取得四冠三季 除了六支之外 还有船里多彩都是去赢的 虽然那次配马配到他 起码我觉得用他的 比用潘顿好 有时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除了这一只起快捡之外 赢尽牵下 今次有个一档 最近一档好像挺好 其实这一场 为什么说乱局 就是因为生不死马 很多马都变成了 你觉得偏在三支头关 真的有个原因在那里 生不死 那我选一只 就是博客赚得到形势 因为有时季尾 都是差不多实力的时候 档位或者走位 就取缺于关键 我选赢尽天下 给两条片大家看 这一条他放得好急 头三段一分十五秒八五 益了后上马 本身这只赢尽天下 就不是一只放头马 上季赢尽马都是有遮挡 所以回到第五不差 虧了快捕捉 回到输给竞争翩 之后再出 在一场五五二场次 同样地遇上一个快捕捉 再快一点 头三段一分十五秒四二 中段你都见到 马留不住了 旺空先擠出来 又是输形势 一再说 他是要有遮挡 比马包住很多 那段敌人不是太长 结果头马升运名着 就在内南一步不屑 之后再出再赢 好了 今次这只赢尽天下 难得抽到黄金一档 肯定就前中断赚了 我希望外档那些马骁雄 或者落足料 因应外档先盖掉它 让它有一个遮挡 马房的星期三 伟大佬都觉得 等了整首马在 同场对手其实各有缺点 这只马如半冷 值得拨一拨 怪不得Jacky那么喜欢这只马 拉快了竞争运篇 那次他爆冷中 如果他不快 竞争运篇就冲不到上来 所以有些帮助 再选择另一只 那只马骁雄 Jacky提哥 我不知道他怎么跑 十二档 放还是流 因为他什么跑法都试过 季内巴渡试过 谷草这场三班放头 他都回到第三 不是没有能力 当时那些对手 比这一次赛事很多 但是之后进程 马骁雄他试过留住 亦都试过阵上严重耐闪 蔡明少确定硬是比骑的 那这些马 那这场反而输 当时很费的银瓶 那些资金更生 都是很好赛事 那田塔跑过一次 马沙田其实吹得很好 那上一次 临地掉了提铁 这些马当然跑得不顺 地已经临了 没了鞋子更加跑得不顺 所以赛事你不用太介意 那这次跑人谷草 有些水位的 四班 不过问题是怎么跑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有赔率 我都会扔着它 我想它放在前面好一点 因为这些组 其实不是很多放头马 十二档不如试试放头 不要留 留可能就顶着出去 外面就更难搞 这些马其实眼罩 我们用开了 所以上次 很多因素 令它不关眼罩事 戴了不好 所以这场赛事是乱的了 所以三重赛 选几只複色 马骁雄 起快会有的 一支箭 上次中点前也算是一支箭追上来的 再继续 落足了 有谈也接近的 要是准成的 很聪明 这场乱局 我还一支马 VinPay算了 就是7号的赢尽天下 博一档可以赚得到形势 那么3T头关和大家看过了 稍后回来看看次关和美关